耗时40年打造逆天中轴线 助力成都腾飞 传说更是利用天赋广场 太极图案稀才划上 但仅仅依靠这些 就能使成都扭转乾坤吗 难道一座城市的崛起 真的要靠风水玄学来决定吗 本期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上周时期的古蜀国 就位于成都现在的金牛区和青阳区 在此后的几千年中 成都始终在古蜀王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张 但是这座城市的风水布局 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南北走向 而是在偏西30度的中轴线上 见读历程 单看整个发展趋势 这城市明显偏离正轨 但为何古蜀国依旧发展得如此迅速呢 在风水学中 古人认为山脉和水脉 能够影响一座城市的气运 要想知道一座城市的风水好与坏 其决定因素就是山水的适配程度 首先就是看山龙脉 也就是要先找到城市的主干龙 简单来说就是龙脉的结学之处 然后以穴位为主 观察周围的风水思想是否协调 实际上思想指的就是凝聚气脉的布局 它能影响一座城市的发展趋势 而思想以穴位为主 不同的穴位 它所对应的思想也会有所不同 当山龙气场进入到这片区域之后 此时的气场是散漫的 这时便需要介入风水思想来凝聚这些气场 然而传说早期的成都 在风水上也是存在着一些瑕疵 首先来看四川的风水布局 它位于我国三大龙脉的中干龙之上 而中干龙自袭向东延伸 穿过敏山经过龙门山 最后在成都停留并且再次结学 事实上四川的龙脉走向就是被偏袭 这在古诗成都城市的建设中 它便是四川龙脉的结学之位 这样一看 成都的龙脉格局大大提升 这也就是为何古属国能够发展的如此迅速 民间更是流传这里可以一年成一 两年成都 后来便以此命名为成都 而它反过来读就是都城 但为何在历史上它始终没有真正的成都呢 事实上以成都为中心 如果看它的四项分布时会不难发现 这身后的玄武龙门山离成都太远无法靠近 并且正前方又出现了个龙泉山 正好隔开整个朱雀明堂 就好比后面本就马力不足 前方再有一座山区挡路 这该如何前进呢 这也就形成了扭气却不成局 虽说龙脉格局大 但却始终无法成为都城 同时时间越长发展 数线就会越大 那么要想发展起来 就必须做出改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成都便决定突破这个先天缺陷的瓶颈 并且重塑整体的格局 于是就有了耗时40年 重新打造的南北走向中轴线 成都百里新中轴 而本期视频的重点 讲解的便是位于这条中轴线上的天赋广场 它不仅决定的中轴线的设置 还是整个成都发展史的开端 此外据说天赋广场的具体操刀者 是我国著名的风水建筑师 贝绿明先生 前期视频讲到的西安港中英大厦 也便是出自这位大神的手笔 1968年 成都将位于中心地区的蜀王府拆除 并在此处规划出一条 南北走向的新中轴线 然而在这今后的20年当中 仅仅做了一个最基础的建设 但是真正的布局才刚刚开始 视频开始前就曾讲过 城市光有布局还只是其一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聚气场的地方 而龙门山带来的气场是散漫的 因此要想城市气场汇聚 就必须找到一个核心的气口 借此来带动整条的中轴线 所以位于城市中心的天赋广场 更是气场汇聚的关键 1997年 成都将科技馆前方的居民房拆除 改造成一个超8万平方米的天赋广场 传闻其目的就是用它来吸收散漫的气场 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个广场的趋漫效果并不明显 并且中轴线只是一个长达100公里的直冲大马路 这道路冲过来的煞气过于庞大 以至于天赋广场根本无法承受 于是到了2004年 天赋广场便迎来了第二次扩建 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改造耗时长达三年的时间 并且还将原来的方形构造改为椭圆形 就是希望能借助这种椭圆形的形态 将煞气引至两侧 但是后来才发现这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同时这一年成都的GDP排名不进反退 结果很显然 传闻这次扩建不仅没能破局 还造就了一大风水败笔 后来成都便实施了第三次改造 时间来到2011年 在经过一波三折之后 这个天赋广场总算是建设完成 那么通过这最后一次的改造 这座城市又是否能扭转乾坤呢 先看天赋广场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将之前的椭圆形改为了现在的太极外形 并且整个天赋广场都是天原地方的造型 而采用这种构造就是专门用来挡煞聚气的 就比如杭州的市民中心 便是用用这种方法锁住乾江的水龙 之所以天赋广场能作为城市的中心 就是因为汇集此处的气场居多 再配合太极以及天原地方之间的吸收 据说这不仅能将煞气完全的化解 甚至还能将聚集的气场传输至整个中楼线上 那除了这些计划 天赋广场与科技馆之间 同时还修建了一个观景水池 在风水学中 山管人丁水管财 煞气过水便为财 当煞气通过太极调和之后 经过水池时便转换为财气 然后环抱在整个天赋广场之中 也就是经过这次改造以后 成都经济发展便突破历史的新高 然而天赋广场最亮眼的是这个太极阴阳鱼 在风水学中高者为阳 低者为阴 这阴阳是所有事物的本源 同时也是运营气场最好的形态 而天赋广场便是首个将阴阳转换原理形象化运用 最后再来看天赋广场的突起区域 这便是阴阳鱼的阳眼 而这凹陷处就是阴眼 并且在阳眼区域是一个喷水池 在古代风水学中 流动的水汽能将气场聚集 此外另一侧阴阳区域 是地下商业广场的入口 通过阳眼的喷水池 将成都周围的气场进一步凝聚之后 再经过阴眼输送至地下山岳广场的入口处 最后再通过阴眼的喷水池 将这股气场辐射到整个地下商场 那到这里估计会有人问了 为何这些气场在经过地下山岳广场入口时 还能返回到阳眼之中呢 事实上这里才是天赋广场的顶级之作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阳鱼位置的周围 还有着五个地下商场的出入口 而天赋广场便是采用风水学中的巨阳散音 将阳鱼作为入口 阴鱼作为出口 当煞气凝聚转换为勃勃的升气后 再输出到地下商场 然后纳入再度转换输出 如此循环往复延绵不断 最后也就解决了中轴线 因气场体量过大难以调和的问题 自从天赋广场建成之后 络绎不绝的流动人群 又使这个气场更为强大 除此之外 天赋广场的地下二层 有一个大型停车场和两条地铁线 这二者形成的流动气口 会再次将气场辐射到周围更远的区域 这不仅带动了成都的经济 还活跃了整个中轴线 于是天赋广场 也逐渐成为成都的核心经济商圈 然而除了这些之外 天赋广场还有几处小细节 首先到了广场周围 你会发现一些文化柱 这些柱子遍布此方 象征着一年四季 而它的作用就是守护太极 锁住气场 此外阴阳鱼的对应处 还有两个相同的灯台 并且在这二者的对应点 有个圆形太阳神鸟的图腾 它的周围是环形金龙 这便形成了金龙驾云之势 其次这里还采用了 形态风水学中的乌形鹤像 这乃是绝妙的双龙细珠之局 此局象征着祥和 同时也遇着成都的发展腾飞 不仅如此 以体育馆为起点 穿过分叉口便是天赋广场 而它以太极为开端 带动了整个中轴线 跟随中轴线走 这其后便是辅南河 在穿过南河水龙之后 这溢入眼帘的便是各种形态的建筑 天赋会中心 仁南国际 来福市广场等等 最后便来到了 牵引整个成都的大气口 巨型交通大环岛 以及著名的天赋立交桥 然而就在这条中轴线上 还有着各种标新立异的建筑 住宅期 商业区和文化建筑 并且各自大显神通 不得不说 这条百里中轴线 即将撑起成都的未来 也正因为如此 它也成为了我国最理想的居安之地 正所谓天赋之都 水顺路顺 山水之都 得水而行 好了 本期的内容 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